大家好,我是罗宾大叔 刚刚出了一个非常突发性的 非常重磅的消息 就是中国驻美国休斯顿总领馆 被美国政府突然要求 在72小时之内离开它的建筑 或者说关闭它的驻休斯顿总领馆 那一般来说呢 要求另一国政府关闭当地的领事馆也好 大使馆也好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外交政策 有传言说呢是因为这样 就是因为美国想要派100多名外交官和家属 回到中国重开驻成都以及武汉的领事馆 但是呢因为当地政府以及中国政府 要求他们和普通人一样啊 接受核酸检验以及14天的一个隔离 但是呢美国方面是以这些外交官 他是有外交豁免权为由啊 是不想要配合的 尤其是他们觉得被采了核酸的样本啊 就代表着这些外交官 以及家属他们的DNA样本 也会被中国政府所获取 这是他们完全不能忍受的 所以说呢他们强烈要求 不接受核酸检验以及隔离 那正因为如此呢 所以中国政府这边就顺理成章 不让他们重开武汉和成都的领馆 那作为一种对等的报复 那美国就要求关闭在休斯顿 德州休斯顿的总领馆 作为一个对等报复 在昨天啊在昨天的下午收到这个消息呢 然后休斯顿总领馆就紧急行动起来 他们收到的这个通知啊 应该是非常正式也非常严肃的 没有任何转环的余地 所以他们马上就开始了这个动作 开始了反应 要撤出这个休斯顿总领馆 那在此之前呢 要把所有的机密文件 这些文档全部销毁掉或者搬走 相信电子文档已经全部删除了 那纸质文档不是那么容易删除的 就赶紧拿了好几个桶 放在领事馆所在地的空地上 然后用几个桶来焚烧这些敏感资料 或者这个涉及到严重机密 涉及到机密的这些资料 因为焚烧的数量太多了 导致周边的居民呢 看到有滚滚浓烟 从休斯顿总领馆这里面冒出来 然后就报警了 报了火警以及报了这个当地的警察 然后消防队以及当地的警员 到了休斯顿总领馆要求进入救火 但是因为当地的这个领事馆 理论上是属于中国的领土 所以他们强硬要求不准 这些消防员以及警察入内 所以他们只能在外面观望 顶多用一个云梯架到高处 观察一下里面的情况 那后来终于烧完了 到现在为止 发生焚烧文件这个事情 大概也就过了十个小时不到吧 美国政府要求中国 关闭驻休斯顿总领馆这个消息 最开始是由 《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 报出来的 然后其他的渠道也都纷纷跟进了 然后这个消息是哪里得到证实的呢 是在一个外交部例行记者发布会上 有记者问这边的外交部发言人 是否有这样的情况 然后发言人也是坦诚 确实有这样的情况的 然后他表示对此很愤怒 要保留进一步行动的一个选项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啊 要求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 这个情况可能性啊 有可能就是像传言中的 可能是由于测试核酸这个要求 没有得到美国人的同意 从而导致中国报复 不让他们重启成都和 武汉的总领馆 引起的另一轮对等报复 当然也是有其他的可能 中美之间的关系呢 已经是非常非常紧张了 在各个方面 包括在高科技方面啊 华为的芯片 以及在南海主权方面 美国宣布南海这边的主权宣誓 领海宣誓 都是不合法的 以及呢在这个孟晚舟啊 就是针对华为的这个孟晚舟扣留的这个事情 已经打了一年多的嘴炮了 然后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互相指责 包括在新冠疫情方面都互相甩锅 说对方是起源国 或者对方负有更多的责任 甚至呢在香港以及台湾方面啊 这个两方面的紧张程度是非常大的 很有可能在一些小的地方 或一些边缘的地区 有可能有一些这种小摩擦的可能性啊 所以说呢如果是原因是由于核酸检测引起的 我觉得还好 那如果这个真实的原因不是这样的 真实的原因是由于在其他的方面 不管是在经济方面 还是在科技方面 还是在外交方面 还是在军事方面有了一些摩擦 或者有了一些私底下的互相的争端争斗 从而导致美国断然发动 这么严重级别的一个行动 要求关闭一个大国的主权国家 驻本国的一个总领馆 这么严重的一个行动啊 我觉得真的是不太好的一件事情啊 有的人说这个事情会如何走向 如果是比较乐观的话 可能就关闭一段时间 然后再重开就类似像俄罗斯一样 通俄门期间俄罗斯住美国的领事馆 也被要求关闭的 这个是算是一个比较好的 那如果比较不太乐观的预期呢 可能就要涉及到长期关闭啊 位于休斯顿总领馆的 那在这一片受到这个休斯顿总领馆 截至的几个州 在上面的华人 以及想要近期去中国的这些人士的话 可能受到的影响就比较大了 甚至将来在一轮又一轮的互怼 或者一轮又一轮的互相报复当中 相继关闭在美国的这些驻华使领馆 也是有一些可能的 再往后什么冷战 再往后热战 这些都有可能 当然我是非常非常不希望 真的这样的情形出现的 不管是冷战也好 热战也好 还是全面断交也好 希望不要走到这一步 希望各自都冷静一下 那对于我们准备申请美国签证 对于我们有计划去赴美生子的小伙伴 这个消息确实太不妙了 那我们只能是祈求啊 这个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 那如果有进一步的信息 进一步的发展 罗宾大叔也会跟进 为大家做最新的分析和分享 好了 那这一期的附加的紧急节目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聊